今天有三批玩友要过来跟我一起去港海去玩一下 然后有一批已经到了 他进到地滩里面玩了 我现在就过去找他们 因为他们过来这边不熟悉海边那些地方 所以今天就准备带他们去海边逛一下 抓不抓到后不重要吧 我们这边海边也挺好玩的 好现在去过去看他们 小孩跟老婆还在里面 那我蛮高兴那边吧 还有几个玩友在那里 我们现在已经到海边了 他们迫不及待的下去了 然后还有一帮玩友 他已经来过几次了 他还没来到 等下他来到他自己会下来了 好我们现在下去 我放62毯格 现在太阳快下伤了 这个毛果粒就跑出来了 这里又有毛果粒跑出来了 太阳一下山它就跑出来 这个沙白了 那这个不小吧 这边又一个 这个牵线很大的 进去了 到这里 超级大有半斤 就在这里 刚从这里爬进去 这个我几个人排都排了起来了 哇 石头蟹来的 大石头蟹 哇 这只大石头蟹 独币 还有侵犯的不仅 一两的不到 不是吗 不过石头蟹这么大是算比较大的了 可能它跟新鲜的品种不一样 新鲜的品种的话会长得好大 因为这个 放到这里它水下可能看起来就好大 看着就比较大 不止吧 一两不到 一两九幼吧 不止 不过 肯定不止 石头蟹跟新鲜不一样 石头蟹这么大算很大的 小心不要被大 独币侠 都是独币侠 三个在一起 一公一五 还有个小的 小的跑那边去了 来准备筒 拿夹子过来 好 来 我没戴手套 手吃亏的 来准备好筒 一公一母 你又把边搞成独一侠了 这个工的 这里 又一只 石头蟹 还有一个跑 还要母的话 硬了就不抓它了 两个就这么大 这石头蟹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跑进去了 那个就不好抓了 把石头放进去了 烧大石头蟹 又发现木雕飘了 那边还有一个 这里有个 色甲红蟹 可能就它背后 好像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吗 感觉好像是有一个 爬在里面 对 这个石头蟹 小了 小的算了 要大留小 下次它有 支援不断 出来了 这里很大一个 在这个石头下面 我帮你夹 好吧 色甲红蟹 又是独臂 好经常抓到独臂的 就到这里 盘子不怕 这 就是 很大的一个 是吧 我说钱不很大 夹到盘子了 吊到螃蟹了 小心啊 不要夹流血了 我说吊到螃蟹了 夹到手上 嘿嘿嘿嘿 舍不得你啊 这里有个星头飞这么大 你看一下风哥独来独晚 他不敢我们一起 他抓了这么多 还吃大只 独来独晚 独丝 都是独鼻虾 这么一大袋 盘蟹 厉害厉害 看一下这个老师傅 爬螺 好厉害 好 哇 已经带了 我也拿进去 这个传统的爬螺 辛苦吗 辛苦啊 辛苦是吧 很多年爬的肉啊 嗯 很多年爬的肉 我也拿进去 好漂亮啊 这个螺 漂亮啊 这个好吃啊 这个好吃 甜水 改天我们也去 买一个这个爬螺东西过来 爬一下 好多这个三百螺啊 好淡的啊 哎呀 好久啊 好厉害啊 好久啊 好感激啊 好厉害啊 我进来 好通啊 好通 来吧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吧 现在开始斩勺了 我们已经上来了 三桶了 螃蟹 还有 螺 那个 什么 蜡螺 青狗贝 花甲 还有那个 螃蟹 大都好大 也算是大丰收吧 还有那个 沙马蟹 抓到 不用管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呢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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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